约翰福音第六章 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 就对腓力说 我们从哪里买饼 叫这些人吃呢 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腓力回答说 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 叫他们个人吃一点 也是不够的 有一个门徒 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对耶稣说 在这里有一个孩童 带着五个大麦饼 两条鱼 只是分给这许多人 还算什么呢 耶稣说 你们叫众人坐下 原来那地方的草多 众人就坐下 树木约有五千 耶稣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分给那坐着的人 分鱼也是这样 都随着他们所要的 他们吃饱了 耶稣对门徒说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免得有糟蹋的 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 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 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 就说 这真是那要到世界来的先知 耶稣既知道众人 要来强逼他做王 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到了晚上 他的门徒下海边去 上了船 要过海往加柏农去 天已经黑了 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 忽然狂风大作 海就翻腾起来 门徒摇鲁约行了十里多路 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 渐渐进了船 他们就害怕 耶稣对他们说 是我 不要怕 门徒就喜欢 接他上船 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第二日 站在海那边的众人 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 只有一只小船 又知道耶稣 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 乃是门徒自己去的 然而 有几只小船 从提比里亚来 靠近主注谢后 分饼给人吃的地方 众人见耶稣和门徒 都不在那里 就上了船 往加柏农去找耶稣 既在海那边找着了 就对他说 拉比 是几十到这里来的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 并不是因见了神迹 乃是因吃饼得饱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众人问他说 我们当心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 耶稣回答说 信神所差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功 他们又说 你行什么神迹 叫我们看见就信你 你到底做什么事呢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 如经上写着说 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从天上来的粮 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因为神的粮 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他们说 主啊 常将这粮赐给我们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饿 信我的 永远不可 只是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已经看见我 还是不信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 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总不丢弃他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要按那拆我来者的意思行 拆我来者的意思就是 他所赐给我的 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却叫他复活 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 并且在末日 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犹太人 因为耶稣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就私下议论他 说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 耶稣吗 他的父母 我们岂不认得吗 但如今怎么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要大家议论 若不是拆我来的父吸引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到我这里来的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在先知书上写着说 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 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 就到我这里来 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 唯独从神来的 他看见过父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信的人有永生 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们的祖宗 在旷野吃过玛拿 还是死了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叫人吃了就不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 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赐的粮 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因此 犹太人彼此争论说 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 给我们吃呢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在末日 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永活的父怎样拆我来 我又因父活着 照样 吃我肉的人 也要因我活着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吃这粮的人 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宗 吃过玛拿 还是死了 这些话 是耶稣在 加百农会堂里 教训人说的 他的门徒中 有好些人听见了 就说 这话是难 谁能听呢 耶稣心里知道 门徒为这话议论 就对他们说 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 倘若你们看见人子 生到他原来所在之处 怎么样呢 叫人活着的 乃是灵 肉体是无异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只是你们中间 有不信的人 耶稣从起头就知道 谁不信他 谁要卖他 耶稣又说 所以我对你们说过 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 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从此 他门徒中 所有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 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 你们也要去吗 西门彼得回答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耶稣说 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 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耶稣这话 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 犹大说的 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 后来要卖耶稣的 我们下一个是魔鬼的儿子 是魔鬼的儿子